白色小哥車停在路邊 駕駛下車卻拿著一把狼頭 還好一旁一名黑衣男子 趕緊上前將凶器搶下 除了放在機車踏板 還試圖將人趕走 沒想到對方改拿椅子 做事攻擊 建議勇為民眾 兩度要搶下椅子 手部跟身體還遭到拖刑 好不容易將椅子搶下 第三次人被駕駛找到空檔 將椅子丟出 但也讓這位民眾受不了 強制要將人趕走 而這時又有狀況出現 原來駕駛遇到其他仇家 他嚇得開車要逃離現場 才衍生後續撞車打人的 第二次衝突 這期26號發生在高雄竭定的糾紛 還好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正在附近購買香煮紙錢 奮不顧身上嫌攔阻 才沒讓衝突擴大 那就是老花在那裡 一些雜人 孩子都在那裡 而經過了解 這名薛姓駕駛 一次吸毒神志不清 霧燃招人用遠端的遙控噪音騷擾 才會跑到有人家叫囂 但有人在幾年前就已經出國 根本不在 才會在這時 被他也騷擾過的黑色小客車遇上 要上前理論 沒想到追逐過程 薛姓駕駛一度持刀反抗 才會讓對方氣到要撞車打人 自己有幻想 一些問題在 莫名其妙 真的莫名其妙 如今 差點被丟椅子狼頭的友人家屬 看到薛姓男子 差點從加害人變成了被害人 紛紛跳出來指控他的行徑 只希望警方跟他的家人 能幫忙約束 避免再有脫序行為 TVBS新聞吳宗旭何一信 高雄報導 開啟小鈴鐺